来这边 这一边 来 到Vivi 阿姨这里来 好 欢迎下一位 我们可以一起在这聊聊天 小朋友那边是那个亲子互动 我们这边有大人互动 对 我们这是家长互动 我想问一下你 对 就是我们这种三班族 有时候这个时间不是很固定 我敢坚持 可是我那个时候又加班 对 我经常有时候 因为这些工作的节奏 就打断了自己的一个健身计划 然后就写菜了 怎么能够调整呢 其实你说 大家是不是工作都很忙 因为你没办法主导 我们就慢慢抓到 所谓的骗睡时间 比如说一个休息的片刻 其实就是你自己准备好 要运动的时刻 那人家就讲说 你上班这样子的话 你不是会很累 你看我把三十分钟 拆成三个十分钟 这种也有效果吗 当然会有效果 你只要动就有效果 就千万不要给自己 拖篮找理由 如果你们说 离开跟空哥就不能健身了 威威会找你们拼命的 对不对 就是我很久没有运动 我就突然运动 这个全身痛啊 那你要经历这个过程啊 那大概经历多久 绝大多数你会这样的 都是经历的 有一个心是很急 比如说你先突然想运动 就要赶快达成 我要的可能瘦下来目的 你就会开始比较着急 就像很多人一开始 就跳本草纲目 事实上本草纲目 前面有二十五分钟的暖身 对 都没有人跳 大家想直接就来本草纲目 我要来五次 十次 本草纲目 你前面其实有一些循序渐进 手臂的 腹部的 比如说有些人 我只跑步 我只骑单车 我只跳绳 你都只这样子的话 那当然你的局部 就会特别容易传通 那你把它分散开来 然后再做好的拉伸 然后再来循序渐进 不要着急 把它做一个规划来看 运动也好 做事业也好 它都是有一个过程 你要经历过痛苦 才能有收获 来上路 散步可以加一点点快走 你每一次就是走一走慢慢的 然后加一点点快快的 比如说我假设想走三分钟 那我就给自己一样 我走五分钟快的 我走五分钟慢的 我走五分钟快的 走五分钟慢的 像只快走或散步 缺点就是 它们久了久 它的肌肉还是会无力 当无力的时候 有一天你只要不小心 老人家摔倒 那就麻烦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要推广 全民健身事 不是说这个大人 年轻人要健身 是连老人都需要健身 要怕膝盖没有力量的 或关节有问题的 你一定要开始练深蹲 你就 这个蹲你就从坐椅子开始 抬头挺胸站起来 坐下 坐下站起来 双脚与肩同宽 双脚与肩同宽 就像大哥您这样 对 然后屁股坐这样 抬头挺胸 然后我们现在要站起来 坐站起来 坐站起来 先练习这样 然后脚要摆九十度 站起来 对 双脚与肩同宽 双脚与肩同宽 对 所以慢慢 你可以 所以老人家真的需要 一定要把臀的腿练起来 那把你下辈的肌群练好 你才可能最后不需要的东西 你还能站得稳稳 所以大姐 好不好 加油 你可以的 健身真的是一件看着很简单 对 做起来很难 对 想要坚持更难的事情 所以什么都不容易 能坐着 就觉得不站着 对 能躺着觉得就不够 不喜欢流汗的感觉会不会 是不是也不喜欢流汗的 我喜欢动 不喜欢动 其实就像带小孩 带小孩其实大家讲累不累 其实带小孩是蛮累的 但是带小孩也给你很多的快乐 所以运动也是这样子 你可能也会看到累的一面 你就觉得不想做 但其实你真的累过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他有很多的快乐事 你没有累过的人他不知道 痛病快乐 对 痛病快乐者 你的想法会改变之后 你就会觉得我好像可以 更厉害一点 完成一件事情的能耐更强一点 就这样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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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自己的信心就会越来越足了 对 大家千万不要焦虑 相对自己舒服就可以了 不需要非得让自己